再次歡迎大家來到周六崇拜 從今天一月開始 我們都一起在延經 在讀馬可福音 四個月之後的今天 我們終於可以看完第一章 我們講到的總題是非凡的見證 不是因為馬可是非凡的作者 而是因為主耶穌基督是一個非凡的救主 三個禮拜之前 我們看了耶穌在馬可福音裡的第一件神跡 是一個趕鬼的神跡 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看了耶穌在馬可福音裡 第一件醫治的神跡 醫治彼得岳母的神跡 今天我們會繼續看馬可福音裡的第三個神跡 今天的經文是馬可福音第一章 四十至四十五節 我們的題目是一個活死人的呼喊 我們要看的是一個有家歸不得的麻風病人故事 因為他這個病 他必須要和家人朋友隔絕 這個人衰生卻如死 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活死人 然而因為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的憐憫 這個人最終他終於可以歸家團聚 這是一個何等偉大的福音 不過我仍然要問一句 這樣的演繹 究竟是不是新約聖經裡所說的基督福音呢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在整本馬可福音裡 總共有十六個神跡 如果我們每個神跡都是這樣去解釋的話 那麼耶穌真的很快會被迫做了銅鑼灣的黃大仙 上個禮拜我在網上看了一篇文章 他說在馬可福音裡的十六個神跡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說到君王耶穌趕出很多的污鬼邪靈 第二類是君王耶穌醫治各樣的疾病 第三類是君王耶穌掌控自然的生態 他說完這三種神跡 他就開始形容這個作者這樣說 他說現在在我們的世界沒有什麼污鬼邪靈 但是如果你留意污鬼邪靈的病態和今天的精神病 好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於是他說我們應用的時候就是耶穌可以幫助我們 奇妙醫治我們的精神疾病 第二類的神跡 耶穌可以幫助我們勝過很多身體上的疾病 第三類神跡 耶穌可以幫助我們掌管生命裡面每一個難關 我想跟你說我絕對相信耶穌是有這樣的能力行一切所有的神跡 不過我更加相信這些神跡 之所以被記載下來 在福音書裡面 絕對不是要我們這樣明白耶穌的生平 這些神跡 放在這裡 不是要我們有一個感覺以為耶穌長大的志願 就是要做一個有求必應的皇大仙 這個不是耶穌的自願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解經的方法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耶穌在馬虎福音裡面的第三個神跡 第三件神跡 我們都要問這個問題 究竟我們怎樣去明白這個神跡 如果你之前有跟我們一起 你知道我經常都在這裡強調一件事 我們所看的不是神跡 而是記號 不是地上的神跡 而是天國的記號 如果你要看神跡 你用你的肉眼去看 但是如果你要明白天國的記號 你要用你的深眼 甚至我說你的天眼去看這個故事 你要需要的是真的信心 你需要天眼 開你的天眼去明白這一切 所有故事背後的故事 耶穌在世界上 他的事工短短三年 在三年裡面 耶穌做了成千上萬的神跡歧視 不過重要的不是他做了多少神跡歧視 最重要的是哪些神跡歧視 是記載了在我們本聖經裡面 我們信心的根基不是神跡 而是聖經 當你打開新約聖經的時候 你發現上帝很精心挑選了某一些神跡 去記錄在我們的聖經裡面 這些神跡 這些故事 其實是要啟示天國 要啟示給我們看 主耶穌基督的使命 他來到這個世界的使命 究竟是甚麼 如果你幾個星期之前在這裡 你記得我曾經說過 第一件神跡是耶穌基督的代表作 接著兩個星期之前 我說第一件 醫治神跡也是耶穌基督的代表作 信不信由你 第三件神跡也是耶穌基督的代表作 我會再說 我們說到第十六件神跡 都仍然是主耶穌基督的代表作 所有的神跡都是耶穌基督的代表作 所有的神跡都是指向主耶穌基督來到地上 他一生的使命 如果你記得我們一起討論 第一件神跡是主耶穌基督去到會堂裡 去趕鬼 去到會堂裡 去挑戰民事的假教導 耶穌基督以十字架的真道 擊敗了撒旦的謊言 祂的迷惑 撒旦的滾亡 在第二件神跡裡面 我們看到彼得的噩母 發燒 退燒 這個燒 你記得那個字 其實在旧日圣經裡面 只是出現過一次 就是在生命記裡面 講到上帝的天火 耶穌基督來 是要為我們承受上帝面前的天火 今天我們看到第三件神跡 不是一個普通的神跡 不是一個普通的皮膚病 而是一個使人與上帝隔絕的大麻蜂 每一個故事 每一個神跡 都是在做聖經猜迷 耶穌基督是一個先知 在旧日的先知裡面 當他們做預言的時候 他會用口 但他們同時也可以用他的行動 耶穌在地上所有的神跡 是他行動的預言 每一個行動的預言 是彰顯著 天國究竟是什麼 每一件神跡 每一個記號 都和你和我有關 每一件神跡 每一個記號 都指向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和他的空墳墓 如果有機會 你回家數一下 你會發覺 我剛才說 在馬克福音裡面有十六件神跡 但十六件神跡 最後一件 已經在馬克福音第九章出現了 但馬克福音還有第十章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越後就越精彩 越後就越是高峰 為什麼去到最後 那幾章全部沒有了神跡 因為在最後那幾章裡面 再不需要神跡 卻有一個巨大的天國記號 這個巨大的天國記號 就是主耶穌基督的 受死與復活 當你這樣去明白 整本福音書的時候 你發覺 原來前面所有的神跡 都是指向最終 最偉大 最終極的天國記號 我們追求的 不是神跡 是主耶穌基督的 受死與復活 你明白了這一切 我們就可以進入今天的故事 某福音第一章第四十節 有一個麻風病人來求耶穌 向他跪下說 你若肯 你能使我潔症 耶穌基督是上帝所揀選的君王 他之前在約旦河裡受聖靈的高納 於是上帝再猜獻他 回到他以前的故鄉加利利 他來到加伯龍 耶穌趕跪 耶穌治比特的岳母 接著還醫治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病人 因爲這一切的神跡 耶穌的聲明軟薄 很自然從這個時候開始 耶穌再不需要去找生意 只有生意找上門 我們不知道這個麻風病人是何方神聖 但是一看就知道他好像很有信心 他很可能已經聽了很多人的見證 他心裡很相信耶穌是很靈的 可以使他潔症 很多時候看到這兩節聖經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 這個麻風病人信心真的大 又堅定 又勇敢 又肯定 他一定是真事 其實是很難說的 甚至可以這樣說 當你看到故事的結束 你會發現耶穌完全不相信這個人 所以耶穌最後叫他 不要出去說他的事 當你看到做最後的故事 耶穌不相信這個人 耶穌叫他不要去說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大概心裡有數 這個人所謂的信心 其實不是真的 這個故事的重要地方 不是這個人的信心 而是主耶穌基督所做的神職 耶穌做了一件大麻風結症的神職 這個是整個故事的重心 不是那個人的重心 是主耶穌基督 結證了一個大麻風的病人 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 大麻風這家東西都是很嚴重的 嚴重的 我們會說這個人很有可能會甩手甩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Wikipedia去看看 什麼叫麻風 我讀少少給你聽 醫學領域稱為漢心病 漢心肢病 是一種慢性的傳染病 主要是經非沒傳染 但傳染性並不強 該疾病會在神經系統呼吸道皮膚 眼部出現肉牙腫 導致患處失去痛覺感知的能力 常造成四肢反覆損傷 而需要部分折肢 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不過 當你回到聖經的時候 你要發現原來聖經裡面說的大麻風 跟我們今天在Wikipedia上面看的大麻風 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在聖經裡面的麻風病 所涉及的病理範圍是非常廣的 不一定是很嚴重的 我想帶你去看看舊藥的《利美記》 《利美記》第十三章第二節這樣說 人身上的皮膚藥肿像或發疹或有斑點 可能成為麻風的災病 就要把他帶到阿倫祭司 或阿倫的一個作祭司的子孫 如果你的皮膚上面有少少肿像發疹 斑點 那你就很有可能有麻風的災病 你想想你家裡的小孩有少少嚴重的濕疹 都很可能是麻風病的 就是要檢查他身上的皮膚患處 若患處的毛已經變白 災病的現象深入身上皮膚內 這就是麻風的災病 就是檢查後要宣佈他為不潔 所以當你去看回聖經的時候 你這個所謂麻風病 其實你不知道它有多嚴重 在舊約聖經裡面 你患麻風的問題 不是在於它有傳染性 或者它威脅你的健康 或者我們公共的衛生 而是當一個人被裁定他有麻風病的時候 他在禮儀上、在敬拜上會視為不潔 簡單來說 他星期日不可以回教會 可能當中我們有人聽到 星期日不用回教會 好啊 剛剛我有濕疹 我想牧師不會想我回教會 是不是這樣搞定了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其實你有幾個問題 第一 你假設了這個壞麻風病的人 是不喜歡回教會 假如這個人是很想很想去敬拜 他現在沒有辦法去敬拜 這件事 才是我們要面對的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渴慕 需要得結症 因為他想去敬拜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在我們這個世界你可以說 星期日不能回教會 我仍然可以留在家裡打機 我仍然可以出去玩、看電影 我仍然可以上學、上班 但是你要知道 你去回舊約時代的世界裡 以色列整個群體都是一個宗教的群體 整個群體24小時 一個星期7天都在敬拜 於是 如果你在當時的世界裡患了 有麻風病的話 無論你嚴不嚴重 你都很大劑 你還記不記得第13章第45節這樣說 有患有麻風災病的人 他的衣服要撕裂 也要縫頭散發 遮住上唇 哭著說 不潔症、不潔症、不潔症 一有人走近就要不潔症、不潔症 離遠有人已經不潔症、不潔症、不潔症 不單止這樣 災病還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就是不潔症的 既然不潔症 就要獨居在營外 什麼叫營外 我們現在讀的是尼未記 尼未記是指以色列人 在抗野四十年流浪的日子 在那時候他們有一個大營 在那時候 在營裡就是他們生活的地方 這個人不可以再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他要在營外那裡 我想你想一下這個人 為什麼不可以在營中生活 正如我剛才所說 不是因為他的病很嚴重 會傳染人 而是因為這個人在禮儀上 他被視為不潔 他不可以在營中 因為營中裡面有匯幕 因為匯幕裡面有藥櫃 因為藥櫃就是聖結上帝的所在地 你明白嗎 為什麼他不可以在營裡 不是因為他的病很嚴重會傳染 而是因為在營裡有上帝 有聖結上帝的臨在 所有的一切是一個影子 一個影子指向最終肅靈的真相 就是罪人與聖結上帝之間的決裂 在這個影子的當中 一邊是上帝的聖結 另一邊是不潔的罪人 兩者不能共處一實 兩者不能同活在一起 兩個人之間有巨大的洪溝 兩個人之間有罪孽深重的洪溝 這是主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 要解決的問題 誰可以填滿這個洪溝 唯有上帝可以 唯有上帝可以 沒有人可以解決這個洪溝的問題 唯有上帝可以 在《九律圣經》裡有幾個有名的麻風故事 有一個你應該很熟 因為我們在這個講台也講過幾次 我想帶你回去看《列王記》下第五章第一節 《列王記》下第五章第一節 《阿蘭王的元帥乃曼在他主人面前是一個偉大的人》 《他得王的喜悅因為耶和華曾借他使阿蘭人得盛》 我想你知道 我覺得乃曼在當時他不是認識耶和華的 但是耶和華是用他來管教以色列 所以他得勝 但是他仍然是不認識耶和華 這個元帥乃曼 他雖然是大能的勇士卻染上了麻風 我們不知道他的麻風有多嚴重 好像都沒有影響他打仗 沒有影響他大棍 但是這個麻風病 似乎令他覺得有點羞恥 於是他家裡有一個秘魯回來的以色列的小女孩 他就跟乃曼的妻子說 乃曼的妻子又跟他說 乃曼再跟阿蘭王說 結果阿蘭王就寫了封信 去給以色列的王 叫以色列王搞定阿蘭的麻風 我想你留意看這一節聖經 《列王記》下第五章第七節 以色列王讀了信 叫他依大麻風的信 就撕裂了衣服說 我喜是上帝能使人死 使人活呢? 這人竟派人來 叫我治好一個人的麻風 這一節聖經告訴我們 唯有上帝才有能力可以治麻風 這個麻風是一個沒有人可以解決的問題 唯有上帝可以 第二 我想你留意的 治理麻風 治治麻風所需要的能力 所需要的大能 猶豫起死回生 他需要的能力 需要的醫治的power 是帶到另一個人起死回生 是一個重生的神跡 如果你繼續看最後他的醫治的時候 當他復原的時候 他的肉是好像小朋友一樣 他好像重生了 他有一個新的生命 在他的身體裡面 我想你把這個故事帶回生涯 當你把這個故事帶回生涯的時候 你會知道 耶穌現在將要行的神跡 不是一個普通的醫治神跡 我可以這樣說 耶穌所要做的神跡 是一個死人復活般的神跡 他需要的power 是等於將一個死人從死裡復活的大能力 我帶你回去看馬歐福音耶穌的故事 馬歐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字這樣說 求耶穌 哪人求耶穌向他為下說 你若肯 你能使我潔淨 這一節聖經很容易給我們一個錯誤的假象 假象以為這個人之所以可以找到耶穌 是因為他對耶穌有極大的信心 還有他有很大的毅力和決心 於是他終於找到耶穌 但我想你記得一件事 這個人是一個麻風病人 這個人是不可以入村莊的 這個人一定要住在村莊的外面 而且他村莊外面不是到處都可以 有人的地方他不可以 我想說什麼 我想說的話 這個人之所以可以找到耶穌 是因為耶穌特地去找他 如果耶穌沒有去找他 他根本沒有辦法接觸到耶穌 你和我都是一樣 我們這裡沒有一個人是 因為信心 因為毅力 坐在這裡追求耶穌 是耶穌來找我們 因為我們住在營外 這個世界在營外 是耶穌從天降下來 以至你和我 有回轉的可能性 耶穌不單止來到他的身邊 耶穌要醫他 我想和你看第41節 《馬克福音》第一章第41節這樣說 耶穌動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說我肯 你結正了 耶穌要以他 耶穌動了慈心 接著耶穌 因為他動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耶穌伸手摸這個人 這個步驟是完全多餘的 這個動作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看完新約聖經裡面 耶穌所做的行蹟 你知道耶穌做很多事情都可以 是障礙控制的 他說遙控他 要不要動手 他不需要動手 這個動作是完全多餘的 但不單止多餘 如果你是當時的猶太人 你見到耶穌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極度的高危 害死他自己 如果我今天去拍一部電影 是講耶穌醫治這個大麻蜂 我會有一群門徒來遠看電影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大麻蜂 耶穌不要走那麼近 拜託 他們在離遠 接著當耶穌動了慈心那一下 而耶穌自己伸手摸他的時候 我會說那些門徒來遠附近 NO! 一個NO! NO! NO! 然後死了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你下面他的想像 耶穌玩完了 因為當耶穌碰到這個人的時候 耶穌會沾污了 他不單止救不了這個人 他自己會被沾污 因為他跟他有身體的接觸 因為在旧約聖經裡面很清晰地告訴我們 當你接觸那些髒東西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被髒了 哈蓋書第二章第十三節 哈蓋又說 若有人因摸屍體染了不潔症 然後再接觸任何其他的東西 這東西就變為不潔症嗎? 祭司回答說 必不潔症 所以你想想當耶穌要去碰 醫就醫 為什麼要碰他? 所以你可以想到 如果我拍那部電影 但到一刻大家都掩在頭上 死了死了玩完了 但當他們起來 打開眼睛再看的時候 驚喜!驚喜! 完全驚恐 耶穌不單止沒有被沾污 那個人馬上就好了 我想這部電影裡的大麻蜂 可能真的很大麻蜂 接著耶穌一碰他的時候 全部都白了 真是亂了 你看到這個人 整個人突然間結症了 如果你在耶穌身邊的門徒 或者你當時現場的觀眾 甚至你在第一次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個人的身體 不停結症結症的時候 你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究竟耶穌是誰? 誰是耶穌? 我知道我們現代人不會問這個問題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當時一個猶太人 你知道這家事是多難搞的時候 你知道當耶穌碰他的時候 他會被沾污等等 而竟然耶穌碰了他 他的医治能力是貫穿他全身的時候 你一定不由自尊問 誰是這個人? 這個人究竟是誰? 他究竟是不是人? 這個年輕的夫子 哪裡來這麼深厚的內功 不單止白毒不侵 竟然他碰一碰他 將他的毒全部解開 耶穌有超過的聖結 一個戰勝烏尾的聖結 他生命裡有一種聖結 這個聖結 是戰勝周圍所有的烏尾 如果我們當中有聰明的讀者 真的看明白這個故事 知道耶穌可以將他的聖結 這樣傳遞給我們的時候 你接下來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請問我可不可以伸手摸他? Can I touch him too? 請問我可不可以伸手摸他 以至他都令我可以潔淨 以至我可以回到刑中 以至我可以與上帝同在 永遠永遠的同在 這個是整個故事 最終要啟示給我們看的 耶穌是誰 但是這個大麻蜂病人 他認不認識耶穌? 他知不知道這一切? 我想他不知道 他不明白的 所以耶穌叫他不要將這件事傳出去 第一章43字這麼說 讓耶穌嚴嚴的叮囑他 立刻打扮他走 對他說 你要注意千萬不可告訴任何人 不要說出去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明白 你要做什麼? 只要去 讓祭司為你檢查 又因為你已經結證 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祭物 作為證據給眾人看 你要去 你要去給祭司檢查 讓全世界都知道你的結證是持久又真實的 你要去 你要去 你要獻祭感恩敬拜上帝耶穌華 你要去 在眾人面前 去見證耶穌華的拯救 不過 你千萬不要看我的名字 你千萬不要說是我做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還不是時候 因為你還未完全明白 我的救恩和使命 親愛的朋友、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想請問你 你明不明白耶穌的救恩和使命? 如果你不明白 最好不要這麼心急去傳福音 你一定要明白 你才可以傳 你不明白 你就傳錯了這個福音 不過那個人就不理耶穌 哪人出去 倒說了許多的話 把這件事全揚開了 使耶穌不能再公開進城 只好留在外邊 曠野地方 人從各處都到他跟前來 不是耶穌不可以去城 但是耶穌知道 如果他現在入城的時候 那些人會更加誤會 更加誤會 更加誤會 於是他不可以再回去 這個人不明白耶穌是誰 他不明白耶穌的救恩 他不明白耶穌的使命 究竟這個麻風病人 不明白些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究竟 我跟你要明白些什麼 才可以去傳揚福音? 你有沒有想過? 我想我們真的要明白的 就是這個實在不是一個神跡 這是一個記號 而我們要明白這個記號 最後是指向什麼 當你明白這個記號 最終是指向什麼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傳這個福音 而且你必須要去傳這個福音 我想帶你回到 馬尾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節 耶穌動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說 我肯 你潔淨了吧 聖學者告訴我們 這裡的翻譯 動了慈心 未必是最好的翻譯 一個更好的翻譯 應該是 耶穌悲痛的憤怒 angry burn 耶穌悲痛的憤怒 於是他伸手摸他 說我肯 你潔淨了吧 原來耶穌不是我佛慈悲 耶穌是憤怒的 向這個麻風病宣戰 無讀有有 這個同一個希列文的動詞 在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神跡裡面 有出現過 我想帶你去看看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神跡 是約翰福音裡面 最後的一個神跡 最高潮當中的神跡 最終極的天國記號 在當時去到那個地方 當耶穌去到 拉撒路的墳墓 耶穌看見他哭 猶太人也哭 就心裡悲嘆 這個是angry 他心裡非常悲憤 耶穌由心裡悲憤 心裡悲憤 來到墳墓面前 於是大聲呼叫說 拉撒路出來 正在告訴我們 在古典的希列文裡面 這個悲嘆 憤怒的動詞 我們現在翻譯了 悲嘆 憤怒的動詞 其實是形容著一個戰馬 一隻戰馬 在戰場上要開戰一下的立喊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打仗戲 兩兵隊裡 兩隻馬在這裡 你要抽著他 因為那隻馬快要去打仗 然後最後 那個將軍說去吧 那隻馬 放那隻馬出去的時候 馬叫一聲 然後他就去 這個是那個動詞 在那一刻 耶穌心裡悲憤 他大聲呼喊 拉撒路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在做一個普通的神職 他是在戰場上開戰 耶穌說 殺啊 我要 得勝 我要勝過什麼 我要勝過死亡 耶穌要為拉撒路勝過死亡 其實耶穌不單止為拉撒路勝過死亡 耶穌為你和我 為所有會回轉背改相信他的人 要戰勝死亡 因為如果他不戰勝死亡 你和我沒有辦法回家 耶穌如何戰勝死亡 耶穌用他的十字架 和空分龍 耶穌犧牲自己 他進入死亡的土福裡面 有看過一些孫悟空打妖怪的故事 巨型的妖怪 小小的孫悟空 他甘願被這隻妖怪所吞死 然後從他的土福裡面 切開一條生路 他不單止為我們死 他為我們復活 同樣當你回到這個麻風的故事裡面 耶穌悲痛憤怒 他要開戰 他怎樣開戰 他伸手碰這個人 他說我肯 Be clean Be cleansed 他將他結成了 耶穌所動用的是 受死復活的大能 為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和空墳墓 才可以打破不結麻風病人 罪惡阻隔 那個阻隔 以致我們罪人可以回歸聖結上帝的形中 你明白嗎? 耶穌的宣戰 是代表他要為我們上十字架 唯有十字架 可以打破罪的阻隔 最後我想帶你看看 希薄學書第十三章 第十一節和第十二節 希薄學書第十三章 第十一節這樣說 畜生的血被大祭司大入至聖所屬罪祭 畜生的體卻在營外消了 耶穌也在城門外受苦 為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盛 你有沒有留意耶穌在哪裡受害 這裡說耶穌是在營外受苦 耶穌是在城門外受苦的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圖畫 在舊約聖經裡面 誰要在營外的 誰要在城門外的 是那個有麻蜂的人 為了你和我的罪孽 耶穌甘願成為一個麻蜂病人 原來當主耶穌記得碰到那個人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交換 耶穌吞死了他的麻蜂 耶穌將他的聖結完全給了這個罪人 耶穌因著他自己成為麻蜂病人 他要死於城外 因著他成為麻蜂病人 他要被迫與天父隔絕 因為他成為麻蜂病人 他要被拖到城外 釘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粉碎 為他的補血 為我們流光 因為他是一個麻蜂病人 他的死 他的活 是要成就那個最終的救恩 讓我們所有的麻蜂病人 所有與上帝隔絕的麻蜂病人 可以回轉 可以得救 這個是我們所信的福音 Do you know the gospel? 你知不知道這個滬起大的福音? 我要你謹謹地記住這個福音 不是神跡 而是記號 不是拯救疾病的大能 是贖罪復活的大能 我要你懷著一個感恩的心 我要利用你一生 你所有的才能 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一切 去全揚這個真的福音 願上帝幫助我們 願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 全揚真福音的教會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十六個神跡 十六個記號 一個十字架 一個空墳墓 讓我們永遠紀念主耶穌基督 祂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祂來到這個世界 祂由誕生那一刻 就是為十字架而生 祂為空墳墓而生 祂為升天而生 祂為祂坐在神的右邊而生 祂為祂拯救罪人而生 祂為祂有一天要回來審判而生 幫助我們思想的一切 這個是我們所信的福音 祂為祂為祂 求求祂祝祂祝福我們 全揚 幫助我們 我們這樣祈禱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門